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6月15号 昨天视频里VV跟大家说 上方67200到67400是一个关键压力位 很多大货在那里挂了卖单 果然昨天走到那里就受阻了 根本就上不去 然后Daniel说下方关键压力位在65000 如果跌破65000的话就直接看60000 这两个大佬的点位 我一直以为需要周末两天才能走完 没想到在昨天一天就验证完了 小伙伴们都知道 这些点位是越用越不准 那周末是不是还跟大佬看的一样 上方压力位在67200到67400 下方支撑位在65000呢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菲罗 提到了今天凌晨的时候说 其实也存在一种可能性 是前面低点跌破收回 这就是完全下跌五浪 而没有考虑流动性 考虑到流动性的话 五浪要到更低的位置 64500甚至以下 目前没有看到跌破后 出现大量空头追空 也没有出现强势收回 小级别市场框架转变 如果收回后 看到5到15分钟强势拉升K线 回踩时可以试试 否则我会觉得更低是有可能的 好相当于目前这波下跌来看 用15分钟图肯定是没有违反 但是一小的图还是走了一个V字形 狗庄就是这么聪明 每时每刻就是让你看不透 接着他说 比特币去64000 没股涨比特币跌 是还没跌到位吗 不是情绪问题多 是身体运动少了 好这是提阿菲罗提大的观点 我们来总结一下 提大认为如果反弹量能不够的话 比特币有可能会去摸64000 但是如果按照丹尼尔和柳一东的观点 丹尼尔认为是65000 柳一东认为是64600 这个点如果破了跌到64000去的话 比特币就有可能滑向60000 但是不管是64000还是60000 现在V反肯定最好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Lancelot 他在今早一点钟的时候说 比特币从一个月以来的震荡区回落 如果我们不能夺回66000中线 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63000 好这是Lancelot的观点 相对于目前来看 比特币是夺回66000了 他认为如果收不回来的话 接下来会跌到63000去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 他在激进账户上进行交易 战绩目前来看还不错 然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他提示大家 比特币加上65000迈进 随后跌下来之后 他说当前视角 重要的是记住这个位置 我们目前已经失去了他 他说的中轴线对应的价格是67000 这里的相当于是一个中轴线 如果继续往下的话 下方支撑位是63000 然后他接着分析 目前BTC在当地更多的是看跌 我们应该期待进一步走低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这里做空 接着在今早两年的时候 于失去了支撑 现在这里变成了阻力 就难度较大的回收而言 我们需要首先看到价格上涨 然后看到收回背后的成交量 才能判断是不是假动作 还是合法的反抽回收 好就是图表冠军Daniel的观点 相当于他跟Lancetor的同样认为 目前都跌破中轴线了 但是Lancetor的把关键位置放在66000 而Daniel的话的中轴线 对应的价格是67000附近 虽然大佬们的观点出现了分歧 但是就我们而言 我们就把中轴线按67000算 如果收不回这上方 或者收回之后不带量的话 那比特币就会向63000附近 卖进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Daniel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币圈所长 他的今早7月中的时候说 6月15号 早上好各位 今天我侄女结婚 我上午得去酒店 我给各位讲一下这个行情的变化 自己注意下 比特币注意这个走势和关键点位 相当于所长认为 比特币会涨到66500附近 然后再下跌回65300 接着再来个小反弹到6万左右 再跌到64300 相当于会走这样一个下降的趋势 然后他接着分析 以太币如图 关键点位和走势 可以先了解一下 相当于所长认为 以太坊会这样震荡下跌 走一个下降的收敛三角 跌到3100附近 然后再反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币圈所长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蛋糕爸爸 他的今早6点钟的时候说 日线最低65088 这点数没到0.618 也没到下方F1基区 因此还可以观察一下 日线级别低于67150 维持向下震荡下行的看法 ETH跌到去ETH多头第一支撑点 前阻力区3363 距离下方更有性价比333的区间 还差2%左右 ETH暂时抄底计划点数不变 看影片 好这是币圈所长的观点 相对于他跟Deniel的观点重合的 他认为比特币必须收回 67150以上才能继续看涨 不然的话依然是下降趋势 他认为ETH抄底的好地方是333附近 但是前两天Lancetor的分析过 我记得下方的关键支撑会是3100是吧 3100肯定是有支撑的 但这个支撑没有3100强 相当于蛋糕爸爸的观点是同样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狙击手VB 他在昨晚8点钟的时候说 TGIF昨晚发布了HIT 所有零售空单已全部用完 我很快就会上传下一步行动 我认为这是要上涨 不久后的预测 正如您在这里看到的 被困的空单是散户的 距禁正在张开大嘴 超过两比特币走出困境 如果幸运 第一个绿色方框可以作为支撑 如果未修改另外7300另外一个条目 直到3这里 这里是没有阻力的 接着在昨晚焦点半时候他说 纽约开盘更新 继续进行 只是需要等待 在31.34价位加入AVAX多头 在比特币低于每日发之时 使用相同的模块和杠杆的 进短期对冲AVAX多头 关闭对冲的空单 让他运行 比特币刚刚席卷的流动性 如果他没有做出看跌的信号 所以无论如何交易都不安全 我们必须等待他稳定下来才能交易 保持观望 66800以上看涨 65200以下看跌 目标63 中间无变化 接着在今早亚洲收盘之后他说 已完成 相当于是AUDIO的多单盈利了 然后他接着分析 我相信他可以如图琐事上涨 但比特币在67000的位置 再次出现空头 周末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因此 请止剥头皮 我们可以等待比特币再次涨到67300以上 再进行波段交易 好 这区块链狙击手VB的观点 相当于昨天的走势 跟他刚开始想的不一样 他没想到会跌下来 目前他的看法同样重叠 如果比特币不能占上67300以上的话 就不能盲目的看多 情况在周末会很不好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B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三马哥 他的昨晚8点半的时候说 比特币目前66000的支撑位 已经触及了第三次了 但今天大家也看到反弹比较弱势 但没有快速暴涨 也不能构成做工条件 可能都在等待 64000到63000的支撑点买入计划 但现实的走势是 目前还没有跌破66000 而且走势很慢 所以我们今天多单 在67000的时候给卖掉了 我记得上次690004做空 很多人不敢 结果跌到660003的时候 又开始拍断大腿 没关系 又不是只做这一个 现货已经上车布局 合约等待进一步走势更新 再探再报 然后在昨晚11点半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以太坊的空单 观点价格3485 加仓3537 止盈目标3445 3388 然后在今天凌晨暴跌之前 他止盈了 直接吃了20点跑了 所以他说 发握你的利润 到目标了 记得合约不是过家家 没法做第二次就不能做 睡觉了 有人空在地板上了 接着在今早1点钟的时候 他又给了一个比特币的空单 观点价格65900 止盈目标65 63800 止损67400 好 通过三马哥这个空单 大家可以看到 止损为什么放到67400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关键 如果能站上去 趋势就翻转了 三马哥对接下来走势 同样是看空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风格 他在昨天下午1点半时候 以太坊获利45点出局 然后在昨晚10点钟的时候 又给了一个比特币的空单 67入场 止损68600 只赢64500 接着在凌晨转点的时候 限价66000获利1000点出局70% 剩余持仓移动止损到开仓价 同项订单我们一般只做一笔 所以空的比特币不能在同时空以太坊 没有必要 因为风险也是两倍 我们不是对赌 我们是稳定盈利 接着在今早6点半 风格醒了之后 他又给了一个以太坊的空单 限价3470 止损3530 止盈3370 好之风格的报单 风格最近没得说 胜率很高 他对借来走是同样依然是看空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风格的报单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Jason 他在昨晚9点半时候说 我感兴趣的下一个多单计划 就是让大家在62,400 到64,600 这个区间范围内开多 最高的话 看到到74,600 然后他分享一下 比特币的支撑阻力位 目前比特币在65,700 到66,100 这个支撑范围内震荡 没有站上去 如果跌下去的话 下方支撑位是62,700 到64,600 上方压力位是70,600 到71 有兴趣的小板 可以暂停的看一下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 一小时的报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开空的人比开多的人多一点点 庄家转回67,600 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报完 空军量能最高只有2.3M 庄家转回65,300 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报完 多军量能最高只有2.5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报仓图 目前价格附近 有那么一丢丢开多的人了 他们的报仓位在65,800附近 最多开空的人量能依然也不大 只有1.5M 太小了 都不够庄家塞牙缝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 以太坊OPTI跟比特币有点不一样 开多的人比开空的人多那么一丢丢 多军的报仓位主要集中在3470 量能差不多是1.9M 空军的报仓位主要集中在3500附近 量能可以忽略不计 只有0.6M 以太坊全局傍督 值得比特币学习哦 都在开空 最多空军报仓位主要集中在3650附近 量能有3.5M 从来讲 比特币虽然博主们都在喊空 但是整个市场的交易量太小了 如果开空的人还这么少的话 狗装怎么可能会有上拉的动力呢 只能说比特币市场比去年10月份还要凉 很多新人被割了两次就离场了 剩下燃料都不够了 不过话说回来 狗装你不拉盘 哪里来那么多新人给你割呢 希望狗装能明白这个道理 小伙伴们周末只能开超短线了哦 不要乱搞啊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时事报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议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